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 《摄注品》的手 第二 《至迪注》 《圣经》最后的一段经文 我们念一念 何以故 于令菩萨于诸众生 正常大悲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顾 我们在《圣经》这段经文里面 学到宋夕多文 虚显极尽 尽善知识 又学到了 感触非常之神 尤其是宋夕多文的了达于义 《菩萨在此地》 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提示 教导我们要怎样的修设 才能够的《圣经》 也就是让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 得到受用 最后这一段 何一顾为什么 这句话用现在的话讲为什么 为什么菩萨在此地 要教我们如实地修书 下面说出来了 于吝菩萨于助众生 圣章大悲 这是第一个意思 利他了 第二呢自利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 听了之后 就能够侮辱 用不住别人来教导 自己就能侮辱 那么从这条去看 菩萨的定功 有多深 为什么 开悟是要靠定功 没有定功 就不能开悟 定功越深 悟得越深 悟得越广 粗读菩萨 明信 献信 献信 成佛了 我们通常 趁他这种物 叫大车大悟 这不是普通的物 为什么 他已经把起先动念放下了 大臣教里面 我们学的很多 纵然记性不好 也都能记住 为什么 他不断的重复 这就是松西多文 不断的重复 我学东西 实在讲 不是上上根人 我很坦白的 跟大家做报告 我是中下根性的人 讯息变数不多 就记不住 因此我自己的标准 每学一样东西 我会学三十遍 我才能把重要的部分 能够记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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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